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從市面上 這次阿元準備多種知名的西式型乳酸飲料 我們要來測試它的生菌素 這次阿元特別採購了真空幾桶 它的容量是到2毫升 使用方法很簡單 一樣這個是1毫升的玻璃排配 裝在袋子裡面就是無菌的 我們取出來以後 用滾輪慢慢往下滾 滾到要的刻度之後 放開用這個 放到一定會有最後一滴 最後一滴再稍微輕壓就結束了 當然它本身容量的話 根據測試是可以達到5cc 但是不要用到那麼多 我們只要用這種精準的1cc就夠了 好,現在看阿元示範 好,這罐有夠多 我們將會分給兩杯 因為我們要第一組跟第五組做相同的 第二組、第六組會做相同的樣本 好,那這次是在外面示範 下一周我們會到無菌操作台 我們就先做示範 好,一樣插進去 好 接下來把刻度轉到自己這邊 這是0毫升 保持垂直 好,到這邊 再高一點點 到0毫升 好,因為這個比較短 所以我們可以用慣用的這個 連著關閉 吐下去 最後一滴 最後一滴的時候 下面往下壓 好,就完成了 這時候把蓋子蓋回去 好,我們這次先不練習燒平扣 每一組都會有一個Vertex 一樣 我們讓它混勻 好,那一樣小心 因為它是蓋子不是密閉的 所以不需要開太強 能混勻就好 好,請記得一個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現在這邊 你看它有殘留的 這邊含有的菌素是最濃的 所以這時候 我們每換一次 每次換一支四管 我們就換一支玻璃排配 那為什麼剛才不需要 因為剛才我們是用 生理食鹽水 生理食鹽水 它不含菌 而且是無菌的 好,那現在看阿源示範 OK 好,一樣 好 好,其實可以再混之後 這樣取到 這個刻度是1cc 要再低一點點 好 放回去 阿源習慣把還沒處理過 放前排 處理過的放後排 這樣子 就不會頭暈 尤其到後面現在有顏色 是因為它濃度很高 到後面其實它濃度會很低 根本看不清楚 好,釋放 好 吐最後一滴 好,這個等一下處理 換排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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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在公司,以後到了公司,不管是設計公司還是食品公司 經常不可能讓你有這麼多的機會買這種無菌的玻璃白配 一直大概要十幾到二十塊錢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可以回收型的滅菌再使用 不好意思,這錯誤示範不應該碰到底部的 好,好,好 测量的时候习惯保持垂直 如果各位有操作失误的话 没关系尽管找阿源 阿源有好多的玻璃牌配 就怕你不做而已 不介意 很好的 不介意 所有人的患者 是有没有 能够放置 不介意 他下廊 去年 好,把這些玻璃排配回收 這樣就完成了 騎士